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帮他自我介绍好了 他是中美末 乃鸡哥哥 突然八股 乃鸡 你到底在讲什么啦 突然八股 乃鸡 一句话都听不懂 乃鸡 什么 乃鸡 乃鸡 我刚刚是说 我们要来吃通寿草 什么通寿草 通寿草你就可以听得懂啊 对 我吃了通寿草 我就听得懂你那个中美末讲的话了 是不是 很神奇吧 很神奇喔 不过你目前的大朋友小朋友 应该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吧 那没关系 那我们就来听今天要说的故事 通寿草 听故事咯 从前从前有一个叫托哈勒的人 他所有的财产只有一匹马 靠着做点小生意过日子 虽然没有很有钱 但是他的心地善良 大家都很喜欢他喔 有一天他到城里做生意 他在半路遇到一个叫做艾格勒的人 他们打了招呼 托哈勒知道他要到城里面做生意 于是他们两个人就结果 一起往城里出发喔 倒太热了 这里也太热了 这个 艾格勒 你加油 我们只要再走几天的路 就可以到城里了 你说得很轻松嘛 因为你在骑马 我用走路的 天气这么热 我满身大汗啦 对耶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说得对 那天气这么热 那不然这样好了啦 我们两个就轮流起 这样你就不会那么辛苦啦 而且我再马上 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可以喝 也可以分享给你 我等你说这句话很久了啦 好 那先谢谢你啦 你 嘘 你知道吗 好 来 谢谢你啊 这一支可以喝哦 没问题 太好了 这匹马真好奇 来 LOGO 驾 穆勒 览 searches 艾格勒 艾格勒 等等我 你去哪里啊 艾格勒 哎哟 这个艾格勒啊 就把托哈勒的马给起走了耶 一去就不回头了 托哈勒失去了马它尚食物 就连水也都没有了 她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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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森林里面迷了路 她又饿又累 实在是走不动了 就晕倒了 当拖哈勒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小山丘下 口好渴 原来它在旁边有一个山洞 这山洞还发了亮光 它仔细一瞧 竟然是一棵一棵翠绿的小草 上面还有水珠 这被就月光这样晒了一下 闪闪发光 所以拖哈勒就拔起小草 赶快吃下去解渴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传来野兽大吼大叫的声音 拖哈勒急急忙忙躲在大石头后面 吓得全身发抖 它看见狮子 熊 大野狼 老虎 狐狸 都钻进山洞里来 说也奇怪 拖哈勒想不到 它竟然听得懂动物在说话 原来它吃下的草就叫做通寿草 吃了之后就听得懂动物说的话 我今天狮子大王不想要听你们讲故事 这样好了 你们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小秘密吧 没问题 狮子大王 狐狸我啊 在我的大树下有一个地窖啊 这地窖里面尝了很多的食物和美酒啊 我啊 我在草原上面每天都有很多的马 老虎我每天都要吃一匹 那些放马的人啊 它们骑马的速度都不够快啊 嘿 我抓不到我啊 不过 如果它们骑上马群里面那一匹花鼻子的马来追我 哎 我啊 可就跑不掉了 哦 我也有秘密 我的秘密太管用了 你们知道吗 这个树林里的那棵大榆树吗 嗯 大笨熊 这个榆树啊 能有什么用啊 哦哦 没错 我就是大笨熊 谢谢你的称赞 小低一点啊 这个榆树叶啊 可以治百病耶 嗯 嗯 嗯 哎呦 哎呦 师大王啊 我跟你说 我家那棵大白羊树底下 住了一只瞎了眼的老鼠啊 它的洞啊 可以通到一个大宝库哦 嘿嘿嘿嘿 很好 就我们这个秘密啊 都很好玩 我很满意啊 那我们今天这个小动物的分享会就 上会 哎呀 哎呀 一群动物离开之后 在旁边的托哈勒 因为啊 它吃了通寿草 都听见了动物们的秘密哦 啊 心里非常的开心 所以呢 赶快去寻找动物们 它们说的秘密哦 但是因为托哈勒 哦 它实在是太饿了 所以它决定先到狐狸的地窖 果然 找到好多的食物 它饱穿一顿之后 又装了一大袋 就在这个时候 狐狸回来了 狐狸啊 一看到托哈勒 马上扑了过去 托哈勒动作快 一个弯腰 嘿 一个低头 嘿 已经低头 哦 低了一滴汗 呃 驾 哎呀 它就闪过了狐狸的攻击 狐狸啊 不但扑了个空 还摔伤了腿 哦 只能眼看食物被人家拿走 哎 托哈勒到了草原 看到那些放马的人 哎呦 仔细一看 它们个个都愁眉苦脸的耶 哎 请问一下你们怎么了 遇到什么了困难了吗 哎 爱什么 哎 爱我 不是爱你啦 哎呦 我 跟你说啦 就是我们来这边放马吃草 对不对 有一只老虎啊 每天都来吃我们的马 哎 我们骑马都追不上它 这 哎呦 好神奇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别怕 给我一根绳子 对 还有那 那匹 那匹花鼻子的马 我可以帮你抓住那可恶的老虎哦 真的吗 哇 就这样啊 托哈勒先躲了起来 当老虎出现以后 他就骑着那只花鼻子的马 追了上去 用力啊 把这个绳索一甩 就正好套住了老虎的头 抓住了那只可恶的老虎 放马人啊 为了要感谢他 就把花鼻子的马 送给托哈勒哦 这时候 托哈勒在树林里面 又找到那颗 大鱼树 采了一大袋 能够治白病的树叶 最后啊 托哈勒找到了 虾眼老鼠猪的白羊树 就在树底下挖呀挖呀挖呀 结果啊 真的找到了一个大宝固 他拿了好多好多的金银财宝哦 现在这个托哈勒有了马 食物 美酒 还有能够治白病的鱼树叶 还有那个数都数过完的珠宝 他来到城里之后 首先 就把那些珠宝 送给穷苦人家耶 之前偷满了那个艾格勒啊 在城里面看到托哈勒发大财 也以心力非常的嫉妒哦 而且不久之后啊 国王也发现 宝库里面的财宝怎么不见了 所以他就下令了要捉拿偷财宝的人 这个艾格勒就偷偷跑去告密 说是托哈勒偷了国王的财宝 这国王神器啊就把托哈勒抓了起来 关进大牢准备要把他处死 哎哟 托哈勒就越想 怎么这么倒霉啊 他翻来覆去睡也睡不着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他听到墙角的老鼠 有两只正在说话 嗯 嘀嘀嘀 美丽的公主啊 他眼睛瞎掉了 哎哟 说他好可怜哦 嘀嘀嘀 我听说国王下了一道命令 要是谁能治好公主的眼睛 他不但要送他珠宝 还要把公主嫁给他嘀嘀嘀嘀嘀嘀 托哈勒听了老鼠说的话 赶快就叫了士兵过来 请你帮我告诉国王 我可以治好公主他的眼睛的病 我赶快去叫国王 让他来知道这件事情 好 要是你治不好的话 我就不饶你 于是托哈勒就先把余树叶捣碎 挤出吃意之后呢 一滴一滴的滴在公主的眼睛上面 再把捣碎的叶子啊 附在公主的眼皮上面 嘿嘿 好了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好疼 好疼 好疼 国王啊以为托哈勒欺骗他 要把托哈勒拉出去砍头 就在这个时候 国王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看见了 喂 痛成这样子吓死我了 国王啊 高兴得不得了 他就送托哈勒奖金 还把国王身上的圣袍也赐给了他 并且下令全国一起来准备他们举行的盛大婚礼哦 就在托哈勒和公主举行婚礼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人从人群冲了出来 原来就是艾格勒 他拦住了托哈勒 托哈勒啊 请你原谅我之前犯了错 这 艾格勒算了啦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我们就不提了 这就算了 谢谢啊 你说的真的太事了 谢谢谢谢啊 不贵气 不贵气 不过 我想问你 你 你到底是怎么样 才能那么幸运的 这个托哈勒就毫不隐瞒了 把他自己在山洞遇到的事情 告诉了艾格勒 这艾格勒头也不回 就直接往山洞跑过去 天黑之后 他看到有很多的野兽 也到洞里来 他吃了烹瘦草 就和托哈勒一样 躲在大石头后面 偷听这些动物说话 哎 狐狸啊 好看你走路这样一拐一拐的啊 你的腿怎么了 真是倒霉极了 有一个人跑到我的地窖 偷了我的食物 我就生气 朝他扑了过去 啪 结果啊 人没抓到 脚倒是受伤了 我更倒霉啊 我被放马的人啊 抓到了啊 我这只老虎啊 好不容易啊 才逃了出来啊 哎呀 我也是 我那个能够治百病的树叶 都被人给摘光光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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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啊 哎呀 连国王的宝库啊 哎呀 全部都被偷光了 哎呀 我觉得这一定有人 偷听了我们说的秘密了 哎呀 哎呀 对 知道有人听了我们的秘密 你们还在这边做什么 快去抓人啊 是是是是是 这躲在大石头后面的艾格勒 很快的就被动物发现了 结果这些愤怒的野兽 就把他围了起来 一口一口的把艾格勒给吃掉了 这就是今天说的故事 汤煞草 哇 这个艾格勒的下场好惨哦 怎么又来了 我又听不懂了 这乃鸡哥哥啊 在我们真实世界里面 其实是没有通售草的 开玩笑的啦 虽然没有通售草 但是呢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这个道理是千古不变的哦 没错 所以我们就要常常说好话 做好事 当个听话的乖小孩 这样我们自己开心 身边周到人也会很开心 我们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当然也会有很多好事情 在我们身边发生哦 又说得很好哦 那我有问题 请说 我不是要问你啦 我是要问一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曾经做过什么好的事情 因此而得到好的回报呢 那有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 所以得到不好的结果呢 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和我们分享哦 好 那我们今天的 子风车绘本故事剧场 我们下次见 拜拜 阿鲁拉卡的鱼鱼咪 什么鱼鱼咪 阿鲁拉卡那个鱼鱼咪 你在说什么 哦 他听不懂我讲的话 所以你要吃通寿材 哦 听得到 听得到 你也吃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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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